所以這都是一個在兩南的情況 那在外用部分 我們昨天在裡面 有說規範的地方 大家照規範走 那像鬆綁的部分是屬於指引 那各地方政府可以因應 他們的各地方的所謂的疫情 還有他們的民情 跟他們的需要 做出一個最適切的判斷 這沒有所謂的同調不同調的問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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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布的解封的規定中 民眾可以上山 但是卻無法下海 那有網友戲稱說 因為山是綠的 海是藍的 那想請問在戶外山野開放的規定 是有依照什麼樣的標準進行放行 那是否有其他的考量 以前我們講一下藍天綠水 藍天綠水也很好 對不對 藍天綠水也很好 對不對 藍天綠水也很好 對不對 我講過這次防疫也沒有辦法靠政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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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政府只能做一個原則性 概括性的一個決定 那遵從度還是要靠我們人民在防疫的觀點裡面 盡量來配合 那維解封有包含婚紗業嗎 如果像是戶外拍攝的時候 新人可不可以暫時拿下口罩 距離有 當然是可以啊 那如果要跟新郎接個吻 接個吻 我也不反對啦 那我相信是可以的啦 雙方都會同意 健身房他不接觸教學就可以來開放 可是其實健身房不接觸其實很難達成 但反觀幼兒園為什麼不能開放呢 因為同樣老師也會做到防疫的規範 而且每個禮拜都有篩檢 那專家認為這是互相矛盾的 小溫指揮中心怎麼看 對 但這裡面矛盾的事情也不能說沒有啦 這裡面矛盾的事情也不能說沒有啦 這裡面矛盾的事情也不能說沒有啦 那大家想看 如果今天 這疫苗物流倉儲的人員 如果真的有人染疫了 那萬一是跟這疫苗有關 那事情也是非常的嚴重 像有那樣的情況下 我們也大概都睡不著覺 我們也大概都睡 睡不著覺 我們也大概都睡 睡不著覺